前陣子这个媒体人周玉寇指控马英九总统 收受鼎心两亿元未入账的政治献金 不过总统马英九表示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今天一早马总统的委任律师洪文俊 到这个台北的地方法院来递状 正式向周玉寇提起刑事次诉 今天我们来提的主要是两个部分的诉讼 一个是民事的妨碍名誉顺来赔偿诉讼 另外一个是刑事的加重诽谤的致诉案件 求偿的金额我们今天提出去的书状是1000万元 另外还有登四大报来跟 对这件事情要跟总统来做公开道歉 由于总统府与国民党都已经发新闻稿表示 未收此政治献金 但周玉寇持续对外发言 总统府强调这是不散的不实谣言 也多次的对外来澄清 而周玉寇仍然持续的指控 因此马英九总统则以个人的身份 对周玉寇提起刑事与民事告诉 要求周玉寇公开向民众和马英九总统道歉 同时也呼吁其他的人士误在以而传额 而未来开庭审理 马总统是否会来出席 委任律师表示会依照法律规定 程序来进行 另外关心这个关押六年又33天的前总统陈水扁 渴望在跨年前返家团圆 法务部的矫正署成立的扁扩大医疗鉴定小组 在29号的第三次到台中监狱开会讨论 晚间8点左右15位的医疗小组组成员 是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决定建议让扁保外就医居家疗养 并全数的签名认可 而在今天上午鉴定小组完成书面报告之后 将送交到台中监狱正式启动保外就医的作业流程 扁最快可以在今天重获自由 而台北这个在台北绝食静坐的吕秀莲 也决定移施到中间外 等候陈水扁保释